Hello,欢迎来到其实你应该,我是Dandy 在这里呢,希望提供给你一些生活小建议 你可以参考,可以预防,也可以鄙视 希望你从中呢,获得一些思考的新方向 今天要来聊聊其实你应该了解 拒绝晕船,暧昧其必知的五个恋爱警讯 今天来聊关于说,在恋爱市场里面呢 每次都爱错人,又误沉船了 然后每次暧昧呢,总是无疾而终 爱错的人,遇人不俗 或是刚认识一个人,就一秒沉船 让你总是在恋爱的时候,失了方寸吗? 其实呢,在暧昧期间呢,有一些征兆 你可以去看穿说,这段关系是不是有可能 会让你就是走错路,或是最后面无疾而终 这些东西呢,请不要再视而不见 那今天就提供五点关于说恋爱警讯 你应该先了解 首先第一个恋爱警讯呢,就是 你遇到的那个暧昧的人呢 如果他是刚分手,还在疗伤阶段的话 那你可能要稍微留意 怎么说呢?你应该会想说 可是那种刚分手的人,就是你每次接近 感觉就是可以趁虚而入你知道的 就当对方还处于那个分手疗伤阶段 此时如果你释出一些善意啊 或是你就是很暖心的,就每天陪他聊天 陪他吃吃喝喝 感觉很像很容易就可以感动对方 让他立马对你敞开心房 但是如果你遇到这样的人呢 他如果还处于所谓的情商阶段 你可能要去厘清一下 他到底是真心喜欢你这个人 还是说他其实沉溺在那个分手低潮的状况里面 然后你刚好伸出的那个元首 你刚好成为那个他感情中的父母 短暂让他忘却的就是你知道 分手的那个痛苦 让他短暂的忘却旧情 就可以稍微做个喘息 但是呢 等他心里就是整理好之后 情绪平复了之后 他可能就会醒过来 然后就会发现说 其实你不如他想象中的完美 你不是他的归宿 他就会选择其他两母儿期 并不是说每一个就是你遇到那种刚分手 可能不到两个礼拜 一个月的那种 你就不能够跟他深入的 就是交集或认识 而是说你遇到这类的人 你可能在心态上面 你自己就要去先去拿捏说 他有可能就是会把所有的情绪 寄托到你的身上 然后投射作用 因为他现阶段非常的 就是走不出那个困境 那你出现 当然你就给他适度的安稳跟温柔的时候 他当然就会对你很好 然后你感觉 有可能双方都会坠入 那个所谓的粉红泡泡里面 就是说 你就是那个人来拯救我的人 然后你可能自己本身又就是说 我很像是可以拯救他的那个人 但是有可能你要去理解一下 他到底是真的喜欢你 还是他是因为一时的分手难关 所以感觉你刚好在身边 他就抓着你不放 所以这是第一点 不要冤船的原因就在于说 刚分手还在疗伤的人呢 你可以认识 但是我觉得那个时间要拉长一点 观察一下 他到底是真心 还是说他只拿你当个疗伤的垫背 接下来第二个关于说 拒绝冤船 在暧昧期间 你应该要知道的恋爱警讯呢 就是二 你这个暧昧对象呢 你跟他聊天的时候 你总是你要慢慢的认识到久了 会聊到感情这块 然后可能就问说 那你之前的过往的恋情 大概都多长 他跟你都说 两个月三个月半年 最长不会超过一年 那可能他交往过很多段 那如果是这个状况的话 就是表示有符合第二点 过往恋情总是不长 讲到这点 你想说 这个不是一个评判的准则吧 因为可能他都遇到一些渣男渣女 但是呢 有些人其实他就是喜欢 那个谈恋爱的 暧昧的感觉 他就是迷恋那种 那种热恋的感觉 但是一旦热恋消退 暧昧的氛围消散的时候呢 他一开始可能会很热情的想走路关系 他可能也会 就是跟对方定下来 可能会交往 可是他们可能都是一两个礼拜很热络 就立刻交往 但是呢 心态上面他就是长期的相处下来 就可能认识了久一点 两三个月之后 他就开始腻了对方 交往只要一长了之后呢 他就会觉得 很像跟他当初想象不一样 他不想要磨合 他会觉得 你怎么突然跟他想象的不一样 觉得变无趣了 那一旦有这个心态出现的时候呢 他就会觉得说 他想要逃 他想要离开 他想要分手 跟这类的人就是相处 你可能会觉得 他短暂刚认识的时候 你会觉得 哇他好浪漫哦 跟他在一起 你会觉得每天都有惊喜 每天都让你过得很开心 充满的粉红泡泡 但是这类所谓的 每段关系都这样不长久的人 其实他可能 心态上面有一些心魔 或是他自己本身 有一些关系上面的难关要去克服 就是他时常 更换伴侣的恋爱模式 已经成为是他一种常态了 他可能每段关系都 结合无缝接轨 但是他每一段跟每一段 他都没有去损失说 为什么他的恋情总是 走不长久 反正他就是 有无限的人 可以让他一直 一直水洗 就是一直 反正这个没有 那现在赶快找下一个 他就是无缝接轨 到他不觉得说 反正短暂有什么不好 反正他可以认识很多人 他可以达到所谓的 白冷战 千冷战之类的 或是他可能内心 其实单纯就是追求那种 轰轰烈烈的那种激情感 就是爱就爱得像没有明天 但是你如果遇到这类对象 你可能就要自己先去 扪心自问 就是这样的状况 你有可能会受他所伤 因为他可能跟你 很快的认识 很快的交往 但是也很快的会分开 很快的跟你提分手 所以在投入之前 你可能就要先奠奠一下自己精良 就是这样的人 你是否玩得起 你是否可以接受 讲到这里 你可以讲说 这个不准确吧 我以前也都是交往不长久 但是我遇到一个 我真心喜欢的 我就会跟他很长远的走下去 可是有时候只是刚好 你知道 时间到了 你年纪到了 或是你可能真的玩够了 你就是让浪子回头 或是浪女回头 你觉得反正我之前已经 看过千帆过境 所以现在你就想要找个人定下来 那你不确定啊 那个人 你现在遇到这个人 他以前可能就是玩得很疯 或是他以前是这种心态的人 但是你不确定他到底 他对你是已经想定下来吗 还是他还想继续玩 你不可能知道 他也不可能告诉你 所以遇到这样的人 你可能就自己要稍微去损失一下 不是说这样的人不好 你跟他谈恋爱 你可能会很开心 因为他可能会带给你很多的 你知道 情绪上面的起伏 很多惊喜 但是如果你是想要找个很长期 稳定走一辈子的人 那这类的人 你可能就在跟他相处的时候 你就要去理解一下说 他的感情观 是不是有一些盲点 他自己没有看到 或是你跟他相处的时候 是不是你有办法提供他 源源不绝的新鲜感 或是你有办法收服这个人 那是第二点 就是他的过往恋情 如果都是不长远的话 你可能也要稍微留意一下 这个点 有可能 他可能跟你很快地在一起 很快会分手 接下来第三个关于说 拒绝冤喘 暧昧期间 你要知道的恋爱警讯呢 就是三 他是否明确地 已经表明过 他只是想玩玩 没有想交往 面对这一点呢 很多暧昧的人 就是可能会一时 因为遇到 这个人 真命天子 真命天女 出现的时候 就一时冲昏头 你明明平常 就是一个很理性的人 但是 就遇到这个人 就是完全性地栽下去了 误以为 你自己可以改变对方 就即便他刚开始 就跟你说过 我没有想要找对象哦 我现阶段 没有想要进入关系 但是因为 他跟你相处状况 太过暧昧 或是他跟你相处状况 让你觉得 就是他把你当成对象 在看待 或是当成说的 炮友或创办 那你可能因此 你觉得说 就是你把那个所谓的 他的这个 创造出来的氛围 误以为是交往 或者误以为说 他其实就是 这种情侣的状态 你想要扭转 他的感情观 你这个时候就觉得说 我很想可以改变他 我可以感化他 你可能有这种 所谓的旧式主情结 或是圣母情结 就是说 他遇到你 就是只有你可以感化他 你可以改变他 但是 其实不然 就是一个人的个性 如果他已经就是 已经超过二三十岁 他已经长大成 你也恋爱过几次 你要去改变一个个性 真的是 比登天还难 所以你也不要去寄望说 他会让子回头 他会让女回头 就是你就是可以 当那个 救世主 那个所谓的圣女 我想 不要想这么多 那在此 又举另一个例子 就是有一部经典的爱情电影 叫做 恋下五百日 这部电影呢 就在此就不赘述 他到底在演什么 那如果你有看过的话 大概来说啦 就是 你如果第一次看的话 你可能会站在男生的角度 觉得说 男生好可怜哦 遇到一个渣女 但是如果你认真的去 再看一次 去回味一下 那个女主角的反应 其实 女主角一开始 那个叫Summer的女主角 她一开始 就跟男主角 主动说过 说她觉得 她没有办法 进入一个 感情的关系 但是男主角呢 她就一味觉得说 这个女主角就是 你知道 在那个影音机前面 跟她相遇 在电梯里面 跟她相遇 她的一切刚好都是 她的梦幻 的那个类型 所有的条件 都符合她的真命天女的条件 她一定就是 她这个 misright 所以男主角呢 在电影的过程中 就一直架构出一个 自己的恋爱的世界 觉得说 这个女的就是符合 我所有的条件 我跟她就是 所谓的 soulmate 就是灵魂伴侣 但是 其实她 根本就是站在 自己的角度 在看这段关系 她根本没有站在 女生的角度 来看这段关系 因为女生其实 说实在的 这个女的并没有 这么喜欢这个男生 所以 而且加上说 这个女的一开始 就跟那个男生说 她并没有觉得 她现在是可以走入 感情状况里面的 但是男生就是 一味的觉得说 她就是我的真命天女 然后就是 一味的一头肋的 所谓的单恋 那最后面就是 自己受伤了 但是这部电影 你看 第一次你可能会觉得 男生好惨 男生怎么遇到渣女 第二次的时候 你就可以看懂说 其实是男生 自己活在自己的世界里面 女生其实早就 有一些很多的征兆 在告诉她说 嗯 我们两个可能 没那么合适 看电影了 两个人感动了点 那个女生哭了 要死要活 男生想说 有什么好哭的 因为他感受不到 女生在感受的东西 所以呢 当对方如果告诉你 就是他只是想玩玩而已 或者他没有想要 交往的念头 不要想要去改变对方 因为他一定有 他自己的原因 不要当那个 所谓的救世主 或者所谓的圣女 在暧昧期间 如果他已经告知你 他没有要交往的念头 只是想玩玩 你如果 长远来说 你是要找一个稳定 交往对象 那你自己就要去评估 这样的人选 对你来说 你还要去碰吗 你就是完全就是 非有扑火 所以 不要妄想自己 可以改变对方 有可能 但几率很小 但是 如果你自己本身 是想要找个很长远 稳定的对象的话 遇到这种 已经跟你说明 就是他没有想要 认真交往 他只是想玩玩的话 那你还自己 去费个扑火 去 就是你通通就晕船 那就是 最后面叠交了 也不要怪别人 这是第三点 明确表明 只想玩玩 没有想交往的人 就是尽量 就是不要碰 或是自己 要去想清楚之后 再去认识 接下第四点 关于说 拒绝晕船 在暧昧期间 你要知道的恋爱警讯 就是四 你这个暧昧对象 会不会时常 无故地失踪 然后呢 他在出现之后呢 他就会装美食 那你问他 他也就是顾左右而言他 如果你现在 这个暧昧对象 天天都跟你 保持热络的传讯息啊 聊电话啊 视讯啊 但是呢 他偶尔每晚 就会突然 莫名的消失 或是周末六日的时候呢 就会突然联系不到人 但是他消失之后呢 他再出现之后 他就会很乐落 又会恢复成没事的样子 那有时候 你就会忍不住 自己的好奇心 问起说 为什么你会 就是偶尔都联系不上 或是偶尔你六日 都很忙 都找不到人 但是呢 他就总是会有 各种的事情 理由 借口 说有人约啊 或是我在忙一些公事 或是 我家人有事找我 这些 就各种理由 搪塞你 如果有以上现象呢 你可能就要稍微多留意 他 有可能 就是有养个鱼温 你只是这个鱼温里面的 其中一条鱼 他如果会无故失踪 而且他不会事先告诉你的话 或是 他每 就是他是个固定周期 会出现 然后他每天晚上就固定 某个时段就会 就是完全不见 然后等到那个时间过去 之后他又会出现 那 撇除 他的工作之外 你就知道说 他已经明确下班 而且他是有规律的 就是六日固定 有一天会不见 或是晚上平常有个 一个小时 两个小时会不见 那就表示 他可能还有正宫 或是他可能 还有所谓的男朋友 或是 他其实有养很多条鱼 所以他必须分配时间 刚好那个时间 是分配到另外条鱼那边 你刚好就是找不到他 那他当然不会跟你讲实话 所以呢 这就是第四点 如果你的这个对象 时常会无故的失联 但现身之后 他不会给你任何理由 他就是会搪塞你 一些各种借口 但是那个频率之高的 而且甚至有一些规律 那就表示他可能 就是有在养其他的鱼 接下来第五点 关于说 拒绝晕船 在暧昧期间 你应该知道的恋爱情绪呢 就是五 就是如果你们两个 已经暧昧一阵子了 又暧昧许久 但是呢 就是 尽管你就是旁敲侧击 或是甚至直求对决 他就是死 就是不可能跟你 确认关系 如果有这个状况 你可能要稍微留意 当暧昧刚开始萌芽的时候呢 大家都有那种心痒痒的 就是说 天哪好期待 每天跟他的那个 然后讯息往来 每天早上起来 第一时间就赶快想要瞧他 晚上睡觉之前 也一定要跟他说声晚安 就很多的贴心互动 看到什么有趣的是 第一个拿起手机 就想跟他分享 看到有趣的新闻 也想贴给他看看 一切都是很美好 但是 暧昧一旦拉长了时间 那个时间越来越久 当你开始有一点真的喜欢上对方的时候 你知道 先爱的人 就会先输了 没有啦 也不是输了 就是先爱的人 就很容易就会 深陷在那个困境里面 就如杨成林的那首经典歌曲 暧昧一样 暧昧让人受尽委屈 你就会自己白般的委屈 但是在这里 还是要稍微界定一下 那到底暧昧多长 你会觉得比较合理 可以去争取说 这个确认关系是一个好的时间点 或是我什么时候该初级去问 它的确没有一个很明确的时间点 但是我必须说 如果你们两个是每天都会传讯息 每天都会聊天 甚至是你们约会的频率是 一个月至少会约个两三次 四五次以上 就已经是很密切在接触 跟联系的状况 维持三个月 甚至最长最长到半年 他都还不肯跟你确认关系的话 很明确的就是 他没有那么喜欢你 因为他如果很喜欢你 或是他有想跟你定下来 三个月内 如果是从每天联络 每天传讯息 每天甚至就是会试炫啊 聊天 聊到半夜 然后甚至一个礼拜 会进个一次 或是一个月至少进个两次三次 那他还是不想跟你定下来 那表示他对你就是打一个问号 他就是还在观望 但是观望期一旦长达 就是三个月 最长真的最长最长半年 那就是表示他就是没有那么喜欢你 他可能最多就是骑虑一招嘛 他觉得跟你在一起 嗯 不错 但是没有让他激起那个火花 想要跟你真的定下来 跟你长远走下去 虽然可能在跟你聊天的同时 他还是有不及了解 他跟你在约会的同时 他还是有在看其他的人 但是就是看看看看 如果真的如果很幸运的 他比较之后发现说 哎你就是相对而言比较好的那个 他有可能跟你定下来 但是比较超过半年 他还没有想跟你定下来 表示你在他心里的地位并不是这么高 他没有那么急迫性 这个状况就有点像在大卖场试吃一样 他就是试吃的人 在暧昧的时候呢 他可能可以同时试吃很多家 那他发现说 你这些哎还不错哦 他就可以长期跟认真的试吃你的东西 那暧昧其实就跟试吃是一样的 他不用砸大钱 把你买下来买回家去 所以他试吃没有负担 他也没有说要履行说男女朋友的义务 他就不停地试吃 那中间他可能要去吃别家 然后看看说 哦比较一下哪个比较喜欢 但是问题来了 你会把一个东西买回家 表示他一定要好吃到一定的程度 否则 你在那边试吃完 你就拍拍屁股就走了 你没有想要把他买回家 你就是那个 没有他想要把你买回家的东西 那如果超过一定的时间 你发现说 他就是没有想跟你买回家 那你就是自己要去衡量一下 你要当那个继续让他试吃的人 继续浪费你的时间 还是你就是觉得说 反正我也没差 反正我们就两个就是 你有空我有空 我们就这样将就着过 那你也没有想要个名分 那可是有一天你就要承担这个风险是 他如果试吃到一个 他很想试吃的东西 他把别人买走了 那你 你就落得一场空 那这是你要的吗 而这就是第五点 暧昧久了 如果对方死死不肯 跟你确认关系的话 这个东西你可能要列入一个 评判的标准 不要让那个暧昧期间拉太长 因为一旦长了 有时候 小的那个冲动 就没办法走到在一起的 那个位置上去 很多时候就追踪 最后就慢慢就淡掉 好啦 今天就分享了五点关于说 拒绝的暈船 在暧昧期间你可以知道的 五个恋爱警讯 让你不要再去爱错人 又沉船了 希望提供给你做参考 最后还需要说 如果你对今天的议题 有任何意见跟想法 想要分享的话呢 都欢迎到资讯栏外的 IG YouTube 那边去订阅留言 写下你的意见或看法 或是提出你的疑难杂症 私讯给我 我都会一一的私讯回复 那如果你是用Apple Podcast的话呢 也欢迎你到那边留下 五星面评价 写下你的意见 我都会去看哦 好啦 这是今天的 其实你应该 下次见哦 我都会去看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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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还在这个地方 我都会去看哦 ש